任天堂剛剛發佈了關於Spatune 2 version 1.3.0 patch這個更新的具體情況 那個patch裡面除了有些buffets之外還有一些武器的性能調整 那個patch就會在星期五、九月八號早上十點鐘日本時間就會推送過來 大家記得今晚玩完之後就要set了app,讓它可以auto-update 至於更新有些什麼呢,現在就馬上帶大家看看吧 首當其衝的是關於Specflex制典T,即是我現在穿這件麥樂雞衣服 新的patch裡面將會調整開新腐技能所需要的經驗值 由現在第一個洞需要4000,第二個洞需要8000,開第三個洞需要12000,統一改造成7500 即是開三個洞所需要的經驗值會小了,但是開第一個洞之後就用2000元去洗衣服這一招就變得不著數了 我想露飲都是為了大家好,等大家可以專心打機開三個洞才去洗衣服,又省點時間又省點錢 留意一下,正常其他裝備是沒有改變的,這個改變只是限於Specflex T 到看看關於大招的調整吧,第一個加強了的是這支高壓碎槍,又或者叫Laser跑 在連續出水1.5秒之後會有一個衝擊波產生出來的,加大傷害範圍 而即使沒有Specflex Up技能的裝備,大招的時間都延長了半秒 接下來就看看入瓶這一招,都是加強了的,起跳的時間減少了10個frame,即是六分之一秒 而起跳的高度就增加了31% 爆炸傷害方面,由最少會造成40點傷害,加大到最少會造成55點傷害 而大部份的武器出Specflex所需要的點數都調低了,即是更快就可以坐滿Specflex bar 到看看這個雨雲方面,落雨的直徑是擴大了13% 而武器出Specflex所需要的點數都是略為調低了 接下來看看的是沙灘波,在新的Patch裡面受攻擊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打得動 而即使沒有Specflex Up技能的裝備,堅韌度都提升了33% 爆波的時候傷害直徑加了17%,爆出來的有地板直徑就提升了7% 最少傷害由最少的30點加到55點,還增強有爆波時的封壓,敵人就會被出得更加遠了 之後來到jackpag,被老人大nerf,加大了起飛之後被攻擊的範圍,即是更容易被人打飛機打下來 射出來的爆炸傷害直徑就減了17%,游地的直徑減了20% 而jackpag正下方的水柱,傷害都減了75% 到看看保護罩兩條命的,都是削了的 首先有效時間是減了8個frame,即是大概0.13秒左右 而當個罩吃了超過100點上來的時候,多出來的會累加到肉身上面 以前就在爆炸的時候,傷害會一不勾消reset重新計 新patch 會將多出來最多80點的傷害,carry forward下去 大招調整就是這樣,之後我們看看subwrap方面 首先是花灑的,都是增強了的 花灑不被人打爆的話,其實都可以射多久 而他的運作機制其實是分三段的 第一段大水,之後中水,之後會收細水 新patch 會延長了中水的一段時間5秒鐘那麽多 耗脈方面會由80%,減低到70% 之後到sensor,即是敵人跟蹤器 偵測半徑是擴大了20% 而出完招之後會提早15個frame,即是0.25秒就會開始會氣 然後到水墨,或者你叫他做水墨間都可以 唯一一樣有提升的就是在展開的時間,縮斷了半秒鐘 最後一樣有改的subwrap是TP位 出招要的物碎由90%,調低到75% 接著就講講main weapon的修改,就是得一樣 這個綠色水筒被大nerve 首先他的最大傷害由現在的62點,減低到52點 而潑水的射程也會短了9% 綠色水筒在random match裡面都幾多人用的 首先他三支水柱的覆蓋範圍都不小 射程又回到差不多,長過了aero spare 近身肉撲其實都幾好用 大招還要有兩條命 在殺人為主的random match裡面特別見勢 現在終於要被殺了 整個patch還有其他淋淋淋淋的buffets 詳細可以回到露飲的官網看 在這裡祝大家buffets玩得開心一點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like和subscribe 拜拜